例如12.12 一个货车由A乘士和B乘士 距离中间是360km 我们一定要画图 这些就是画图最清楚 A B 中间360km 如果货车的速度提升了8km 就会早到达16分钟 即是速度高点到达时间战就需要少点 它们找到原本的速度 Original Speed 我们可能就Led X 这个用回单位 Xkm per hour 对啦 Xkm per hour 用回我们form3学过 Distance, Speed, Time 它们有三个关系 大家记得吗 Dst, Triangle 现在就用Original Speed 我这个X Speed就是Distance over Time Distance over Time 可以吗 或者返回说 Time就是Distance over Speed Time就是Distance over Speed 好,现在就 留意它比较什么呢 如果它加了8km 新的速度 New Speed X加8km per hour 那都是由A到B 那它就用少了16分钟 早了 时间 似乎它 不是似乎啦 直接说它是比较短的时间 时间是关系的 即是有时间有落差的 这个是我们的关键点来的 少了16分钟 所以我们要想一想 究竟原本它要多久的时间呢 原本要多久的时间呢 速度加了 它就少了16分钟 可以设定一个比较短的时间 去把它 把它扔起 好,我们先看A part 关键是比较时间 这个题目 其实B part它也会问的 Original Time 所以我考虑 可以知道它的叙焦在这里 时间是什么 Distance over Time 我们先复原本 360km distance Original Time Speed Speed 是xkm 原来说 这里可以不用设单位的 那它呢 就是360X 那么多个hours 好了 那跟着呢 我们知道它新的速度呢 就省了10分钟 所以新的时间呢 是多少呢 那你可以说它是 这个加16都可以的 但是呢 你可以用个新的速度 新的distance sorry 新的速度 做法模 距离 都是360km 去换出来的 新的速度是多少 就是x加8 这两个hours 这两个difference呢 就是正正是16分钟 那16分钟就是多少小时呢 你转转 那你转转 16over 60 那这个呢 就是4over 15个hours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这样 就是 这个呢 就是旧的时间 新的时间 新和旧相差16分钟 所以新的那个 是少一点的 旧的多一点的 就是旧减新 就是16分钟 但是转做相同单位 记住啊 这个单位很重要的 一定要用相同的基础 做比较 4over 15个hours 接着我们只需要 解决这个equation 可以了 就是一个factor 360 Taking out the common factor 先 等这数字可以小一点 这样 那4呢 和92 那一定要通分部 你里面 那90 掉右上边就除了 那这可以交叉相成 成为一个很大的数格 8×130 我们这样按计数机 现在呢 10800 那这两个计数机的formula 复杂的formula 这个就可以找到答案的 那这两个rules 一个呢 就是100 一个呢 就是 负108 这个reject 负数 因为呢 那这个x 就不可以负数 那这个x 就是那个原本 车的速度来的 k per hour 那所以呢 x就是100 所以 这个就是 Original Speed 那这个Original Time 留回你计 部分b 因为呢 只需要将Original Distance 除回Original Speed 所以计算到 Original Time 应该是3.6小时 所以就行了